你哪一天只要有本事 完全不用我们提供任何经济帮助 你才有资格来跟我谈独立和自由 我现在完全不明白你所说的独立到底是什么 花了我的钱一再违背我的意志 是吗 你是不是觉得只要听了我的话 你就丧失了自我 只有反抗我 你才能找到你的存在感 我现在明确的告诉你 这是虚妄的独立 虚弱的自信 你哪天不需要家里给你学费生活费 到那个时候你再来跟我谈独立 一种而言之一切不建立在经济独立基础上的所谓个性独立 都是扯淡 你现在跟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空中楼阁 有一天我一定会向您证明 不靠你我也一样会承担 到时候你怎么证明你达到的高度 不是踩在我的肩膀上 我是要告诉他 现实和真理会比我说的话更隔膊 我奋斗了大半辈子 是为什么 就是为了给你提供一个更高更宽的平台 你去看有多少像你这样的同龄 他们抱怨自己出身寒冷 父母让他们输在了起跑线上 他们羡慕妒忌恨没有你这样的一个起点 无大腿可包 我为你提供的种种便利 又哪件事情没有帮你事半公贵 哪一次害了你 你说我阻碍你前进了吗 培养个人能力和接受父母扶持这两者矛盾吗 不毛的 每个经过奋斗 受过挫折 吃过苦 爱过累的父亲 都会天真地希望他的孩子 能够免遇生活的困固 不要无虑地度过一生 什么是父母啊 明明孩子不吃不喝 以受为美 冬日里单一单苦追逮人 他就会担心他 去一段春 极寒交谱 明明孩子 拼命地摆脱自己 是为了追求自由 他就会觉得孩子是 无依无靠 不为失所 引向情愿 有一种眼 叫爹妈觉得你冷 有一种需要 叫父母 认为你一样 父爱深沉如山 母爱温序如风 每个父母都单纯地希望孩子 能够生活的快乐 免于生活的困难 无论你在何方 父母的牵挂 并会伴随着你的一生 一阵头吗